主席還有各部會的這個今天出席代表 我們本會同仁還有媒體朋友 本席在這裡提出程序發言 不是針對這個等一下要業務報告的部分 而是針對我們今天要進行這個討論事項 要處理經濟部今天所提的這個案子 那麼本席還有我們包括我們黨團人員 我們覺得這個討論事項 衝出的這樣討論恐怕有為整個社會的公益 那我們認為說應該要先增列幾個討論案以後 再來進行今天南山案的股權 這個轉讓的一個討論案 因為經濟部針對中國資本 要到我國投資這個審查 顯然目前都說不清楚 而且很多有行政書書師的地方 像最近國貿局的 這頂心電腦就已經被查出來 這個採購案 查出來頂心的這個集團是中資 然後撤銷這個投資案 採購案 那麼另外中國移動在台灣所設的中信公司 也了解他百分之百就是中國資本 我們國家在對於中國資本到台灣來投資的相關的案子 已經違反了我們國內相關的規定 所以顯然經濟部在這個把關上面是有一些疏失有一些問題 所以本席要求要增列我們在本院第七屆第四會期 第五次院會所交付經濟委員會審查的經濟部寒送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之盈利事業在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經濟部行為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三日訂定發布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以及大陸地區的大陸地區之盈利事業在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 要訂至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施行這兩個案子 應該並列為討論事項 而且希望能夠優先來列為第一案跟第二案 我覺得我們本院特別是我們委員會 必須要有這個監督的善盡我們國會監督的責任 所以本席依據我們議事規則 這個第十七條的規定 希望能夠提出變更議事日程 先列剛才本席所提出的這兩個案子 並把它列為第一案跟第二案 然後再進行相關南三案併購案的一個討論 以上希望主席能夠財事謝謝 好我們繼續請潘孟安偉是吧 三分鐘齁 主席 主席 那個因為本席提程序化言 大概基於幾個 禮拜